当一个人在吸食大麻时,会产生一种叫做四氢大麻酚THC的化学物质,它会经由肺部进入到血液,然后被血液输送到大脑,作用于大脑中特定的大麻素受体。 这些受体为于大脑中与注意力、思维、时间感知、身体协调、记忆和感官愉悦相关的区域。 四氢大麻酚在这些区域的活跃导致人们感觉兴奋,除了对精神状态的改变,这还会引起一些其他的情况。 根据美国2018年的一项调查,在12至17岁年龄段的青少年中,有八分之一的人在过去一年中吸食了大麻。 12年级的青少年中,大约有十六分之一每天都会吸食大麻。 那么,问题点在哪?即使是超级聪明的人也会吸食大麻,对吧? 让我们来看看大麻对青少年大脑有哪些影响。 大脑对四氢大麻酚影响的抵制会损害其注意力、记忆能力和学习潜力。 这些影响可以持续好几天,如果我们的大脑运转像是一台机器,这还不算问题。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 大脑是有机的生命体,也许是我们身上最珍贵的那一个。 由于人类大脑完全发育大约需要25年的时间,所以青少年时期的大脑发育尚未成熟。 这就是为什么青少年和成年人争吵时,经常会有不同的观点,这是有生物学原因的。 成年人有着发育完全的前额叶皮层,这部分大脑负责对事物判断和对长期影响的认知。 而青少年此处大脑皮层仍在发育,他们更多的会是受到发育成熟的边缘系统的影响,而该系统是负责对恐惧和情绪做出反应的。 如果发育中的大脑暴露在大量的四青大麻分中,其负责控制情绪的部分可能永远无法发挥全部的潜力,这会对一个人可衡量的智力、学习能力和判断力产生长期影响。 一项针对13岁儿童所进行的为期25年的跟踪调查研究发现,经常系细大麻的人在成年后平均每人智商会下降5.8分,由于我们的平均智商只在100分上下,这足以为其关上一所好大学的大门,或使其失去在一家大公司工作的机会。 也有证据表明,一些系细大麻的青少年患抑郁症甚至精神疾病的风险更高。 精神疾病会改变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,导致你与现实脱节,你会看到和听到一些虚幻的东西,并且可能会完全失去理智。 一言以蔽之,系细大麻所带来的快感是伴随着许多副作用的,有些可能是好玩。 有些可能可以治愈疼痛,但有些可能是可怕的,我们并不总能知晓。 对此,你有什么想法?你在青少年时期吸食过大麻吗? 如果有的话,你认为它对你的大脑有伤害吗? 请在下方评论分享你的经历。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